为了推广铁板烧厨艺文化 中华民国铁板烧厨艺协会 特别举办铁板烧厨艺邀请赛 并邀请全国大专和高职学生 发挥创意制作料理 最后选出八支队伍 日前在草屯镇同德家商进行决赛 就是全国的铁板烧第二届的比赛 那是由中华民国铁板烧协会主办 然后我们学校的协办 因为我们学校有铁板烧教室 环境非常优美 而且设备非常好 那他们就选择在我们这里 做全国性的比赛 我们办这个比赛重要的意义是 希望它的教学跟产业能够结合 因为铁板烧来讲是直接面对客户 跟一般的厨师是在厨房里面不一样 他要多方面的学习 除了工艺之外 还需要怎么去面对所有的状况 教育处长陆振威表示 这次比赛有许多大专学校来参与 也希望透过学校间的竞赛 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厨艺 那这个铁板烧厨厨厨比赛的话 我们分别有北中南许多的学校一起来参加 那他们齐聚在我们草屯的同德家商 齐聚一堂 那也希望说透过说彼此学校之间的观摩 以及竞赛能够增加自己主义 那这个活动也获得说 我们中华民国铁板烧主义协会 他们大力的支持 同德加上他们今天在举办这个活动 大家能够说 把大家最精湛的铁板烧建议 在这边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也希望说以后南投县能够多 有机会承办这样的活动 县议员廖子佑肯定校方以及协会的用心 透过竞赛也能够让学生在比赛中成长 全国的一个铁板烧料理的一个比赛 来到这个同德来举办 我相信学校真的非常的用心 特别能够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在这八支队伍里面 能够来参加比赛 那我想在这边呢 也肯定学校的用心之外呢 这个拓展视野 拓展我们这个学生的视野 还有加强他们食物 这个操作的经验 也是我们同德家商 这个长期以来 给学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 铁板烧是平易近人的料理 而这次的比赛中 选手们也发挥创意 将自己的作品发挥极致 廖议员感谢协会 以及校方的用心 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不但能够透过比赛相互成长 也可以培育出更多优秀的铁板烧人才 记者邱秉义草屯采访报道